我們的計劃 想不到這麼快就成功了 懂不懂看什麼嗎? 當然 我不是一個名字 還有我這次是早了有這個 是否早孕徵兆 我覺得上次是沒有那麼明顯的 其實最難最難 我覺得生兒胎就是要衝破自己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BK小編SALOMI 大家期待已久的二胎片 我們終於有時間拍了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我是哪來的勇氣 真的決定生二胎 我們究竟為何最後決定回生 接著避孕和發現懷孕的經過 如果大家想看的話 就可以先CRS我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們的個人Facebook IG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其實很開心 這次第二胎的時候 還有機會在這個頻道上 拍片跟大家分享 因為那個感覺是很奇妙 很熟悉的 好像又是大了 又是這個設定 好像沒多久之前的事 但其實阿皮已經快兩歲了 所以都很感謝一直以來 在我們作為媽媽 在阿皮成長的經過裡 都有大家一直陪著 所以我這次都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為何我們最後決定會上生二胎 第一件事一定的 就是會怕偏心 始終初生的時候 有些東西例如餵奶 玩片 你都真的要親手地去 媽媽真的要照顧小一點那個 難免大那個會覺得不開心 或者有點被冷落了 但是在我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這些都是一個階段 我本身是加州有個弟弟 然後他也有弟弟 我們覺得他們 我們雙方的爸爸媽媽 爺爺媽媽 公公婆婆 其實都做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怎樣可以不偏心 我們從小到大長大 都沒有覺得有給這個偏心的對待 還有應該是會有一些方法 可以令到大那個是會感覺舒服點的 我們遲些可以再一起聊一下這件事 我們都在想怎樣交給他 或者給一些心理準備他去做哥哥 所以在這個層面 我們又覺得 都不是說很擔心的 第二件事就是非常現實 就是那個資源分配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真的只有一個小朋友 我當然一定是可以集中投資了 我所有可以給他最好的東西 就是放進去 可能可以讀好一點的學校 可以上多幾個興趣班 整個財政上可能會舒服點 這個真的絕對是的 但是在我的角度 我又覺得其實有時 你去衡量他的得著 或者那個快樂 又未必是要看 你是否就是投放最多的資源 可能在這個資源裏 他都獲得到很多不同的快樂 或者不只是這個資源給他的東西 例如是怎樣跟兄弟姊妹相處 他們又有一個盤子 可以一起去成長 一起去學習 一起去玩 對於生二胎是持有這個 都開放和都會想的態度 一直都 我跟皮巴都覺得 有兄弟姊妹的家庭 是會比起是讀生小朋友的好一點 原因就是 我都沒有覺得 因為皮巴很悶 然後就要生小朋友 跟他玩 我覺得又不是這樣的 但我們在我們的成長經歷 都覺得 原來有兄弟姊妹一起去玩 一起去學習 一起去感受這個世界 其實好像是 有一個同伴 跟你來自同一個家庭 這個感覺是會好一點 我也想皮皮有這個手足 所以就會這樣決定 第二就是我自己都希望 如果我們在任何條件許可之下 都希望盡快完成這個二胎的使命 最好就是在我30歲之前 因為始終我覺得 有兒子襯亂生這個說法 也是對的 無論在身體的復原上 你懷孕的過程 甚至是他們長大 你都還有氣力跟他們玩 這件事 所以我也很想 盡快完成 最後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我也不希望他們的年紀 差太遠了 我覺得其實不要超過三年 這個時間是會好一點 感覺他們是會同步一點 這些東西是真的可以一起成長 所以就撇除了 如果這麼多條件都OK 我們都會覺得 生意也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如果不說經濟 我覺得其實最主要都是照顧上面 照顧上面 因為阿皮實在是一個太好的例子 所以我們又會覺得 那個信心值又高了很多 因為他很老實 由我懷孕到他初生的時候 到現在兩歲 所以他也是一個很合作的小朋友 我又沒有去到很不舒服 就算生的時候又很順利 照顧他健康各樣 夜奶等等這些問題 都不是令到很困擾 我覺得這個這麼乖的小朋友 你看到他就會有些衝動 覺得OK 如果再生房子也是這麼乖 應該我都一定可以處理到的 第二個也是最大的原因 就是有工人提供的加持 因為其實他差不多 都要跟他談這個續約的問題 我們覺得姐姐一直在我們家 我覺得表現都非常好 我們都相處得很好 配合得很好 而且他都很疼愛皮皮 然後皮皮都很喜歡姐姐的 所以我們都覺得如果姐姐可以繼續幫忙照顧我們家 我也有信心 如果想在有二胎的時候有他在 其實我覺得是會OK的 這個情況 所以趁談續約的時候 也有跟他說 如果我們真心想生第二個 你會不會OK的 你覺得這個工作量你能否適應到 我又跟他談過 誰知道他的答案就是 好 好 你盡快 你趁我在這裡的時候 你就快點生第二個 他都很歡迎 而且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我覺得是姐姐都給了很大的信心 所以我覺得跟姐姐談 其實原來這件事是挺必要的 去到第三個照顧上的原因 就是因為接下來 阿皮都會上學 會上N班 再加上有時 其實爺爺慢慢都會跟他出去玩 或者都會照顧他 我覺得在整個家人環境的支援上 其實我們應該都是OK的 都是可以做到的 我也不會說 因為我要生二胎了 我要放棄我們的工作 不能上班 又沒有這些問題 所以就變相 我覺得也是一個可以的做法 其實最難最難 我覺得生二胎 就是要衝破自己的心理慣口 其中一個我覺得是最大的難關 就是因為剛才說到 阿皮是一個非常健康的例子 真的很天使 就是由他懷孕到他 其實現在苏花兩歲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算是好好照顧 而且沒有令我很吃力 很樂氣的小朋友 所以你就會有一點錯的期望 就是你會覺得上次這麼順利 就算懷孕 生的時候也這麼順利 我這次應該都會是這樣 這次第二個應該都會很順利 但其實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你每一次懷孕都不一樣 每一個小朋友的情況都不一樣 但我當時就覺得我 好像未接受到會有這些不好的可能性 所以我就一直都不敢 我很擔心自己 如果有一天 可能第二個小朋友的時候 真的有甚麼事 我就 我會承受不了 我會覺得 為何不像之前這樣 會這樣想 所以我就覺得自己是未準備的 之前 第二件事就是 我自己都會覺得 這個期望 原來不止是我 我覺得身邊的人 有一點都會這樣想 例如爺爺媽 公公婆婆 我老公等等 身邊的人都會覺得 你第一次都OK 不用別人擔心你 都很順利 你這次應該都會這樣 第二胎很容易 會說這些 但其實我內心 其實不是這樣的 但我就是覺得 原來我自己無法接受 令身邊的人 其實他們都有一點錯的期望值 我覺得我需要一點時間 去和大家去調整這個心態 或者讓大家知道 這件事是 要再來一次的時候 可能是會再面對 其他更多的不同可能性 所以就覺得 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最後一個就是 因為我自己貪玩 我覺得 那時候我一歲就沒有再餵人奶 我終於都可以擺脫泵奶 那些生活 我終於可以瘋狂地 喜歡自己喝咖啡就喝咖啡 有時候喝酒就喝酒 然後我終於可以和朋友去旅行 和老公去二人世界旅行 我想用一些時間 真的玩回夠本 所以就 我們就一直都 其實是有上山二胎這個計劃 和打算 但又沒有去到很快 馬上要說要實行 這樣 所以完成了我心裡的wish list 例如和我的朋友去旅行 又和皮巴去一個 一個二人世界的旅行 又覺得自己都差不多了 喝酒喝夠了 在阿皮大概一歲半 應該是 一歲半 九月的時候 我們就決定 不如試一下不避孕 我們看看是否成功 誰知道 就真的在一個月 我們試了一個月 就真的二胎就 來了肚子裏 其實是非常順利 也是很感恩 很幸福的事情 我覺得這一次是 好像在我們計劃裏面 當然那個驚喜 沒有第一胎那麼誇張的感覺 但第二次又覺得 其實都是很開心 沒有想過那麼順利 就可以真的有 但其實是比我想像中 是快了成功 不知道是第二次的關係 還是每一胎都真的不同 我覺得都挺大分別 而且我這次是早了有 是否早印徵兆 我覺得上次是沒有那麼明顯 上次有跟大家說 我有留意到有那些蛀躺血 這次是完全沒有的 那我做甚麼呢 其實我一向那些M期 都是非常準確的 去到但我原本來M期的 前三至四天左右 我就覺得非常反胃 還有對於一些我平時很喜歡吃的東西 是完全沒有興趣 完全不想吃 是真的正常要 吐氣出來的那種反胃 還有很記得連啤酒也不想喝 還有第三樣東西 就是有少少 好像個人長期 輕飄飄輕飄飄 很頭暈 好像你 有時候血糖低 還沒吃夠東西 保持著 那個狀態 有少少令到我 不舒服 我也有跟同事說 我可能想 今天晚一點回來 有點頭暈 但我自己又有這個意識 其實會不會呢 會不會是這麼快就中 但我又覺得 你這麼早 可能都是來M前 有些Hormons反應 有些不舒服 但我有一天都 因為不想自己 亂亂 我也有自己去買一支鹽吟痰鹽 但誰知道是沒有的 那一天是 假設是來M前的 不知道一兩天 但是沒有的 我就覺得 應該都是真的Hormons的問題 誰知道 假設是要來M 那一天是沒有來的 到第二天 我仍然覺得 都是這麼不舒服 我再跟同事說 然後他們說 你是不是真的有了 就叫我去買一支 另外一個牌子的鹽吟痰 就是會檢查到一些 可能早孕的時候 都會檢查到 誰知道 我就拿著那支鹽吟痰 然後回來公司 馬上去了廁所 馬上檢查 馬上檢查 原來真的是兩條線 看到那一刻 其實也是很開心的 沒有想過 這麼快就來到 當然手也是在抖 但我覺得內心 沒有第一拖的那種激動 那種激動是很難平復的 但這次好像 很緊張 原來真的有 你好像個人是安心了 我們的計劃好像真的 這麼快 想不到這麼快就成功了 還有另一個覺得搞笑的 就是沒有想過 我還是在公司的廁所裡 發現了有她的存在 還有我覺得這次 因為自己可能已經 是很有心理準備之下 你真的有這個寶寶 所以我這次又會想想多些 鬼主意去Prank我老公 會想怎樣拍片 拍下他 看到有二胎的反應 開始路就是忙著 在想這些 最後我都不是即時打給她 因為我覺得我很想看她 那個反應 很想看她的樣子 所以我就等到 真的好像 之後那一晚回家 見到她的時候 才對著驗驗給她 然後想拍下她的樣子 自己看看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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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回家後 跟了老公說 然後姐姐也有說 她也是很開心的樣子 我說我還未知道 是男生和女生 她也是很開心 有祝福我 是真心的 我那一刻的感覺 也是 另外就是 我反而在想 這次如果有了 好像可以給其他家人 所以我另外 趁有些空檔的時間 我做了一張卡 然後寫著 皮皮要做哥哥了 然後叫阿皮拿給爺爺 這樣 另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怎樣令到阿皮知道自己要做哥哥 這件事 我也想了一會 但幸好她現在 因為她每天都到公園玩 她是很喜歡跟年紀大過她的小朋友玩的 因為都會叫那些做哥哥 你知道那些是哥哥 她有一種養母的哥哥 覺得哥哥很聰明 我有一天就跟她說 皮皮你做哥哥 你就是哥哥 因為寶寶在這裡 她現在就會很自豪地指著自己 哥哥 哥哥 問她誰是哥哥 她就會說皮皮 哥哥 但我猜她應該不太知道究竟哥哥 總之會有一個小妹妹出現在她面前 她應該還未認識到這件事 就是這樣 現在暫時的狀態 但她暫時都很自豪自己是哥哥的身份 所以就慢慢來 我們也有逐漸去跟她洗腦 灌輸一下她 有一個小妹妹一起出現在這個家 這條片就分享到這裡 我會再拍一條下集 就是講一下今次整個華人的身體狀況 和上次有沒有什麼不同 又或者今次去哪裏產檢 有沒有請陪月等等 這些非常實際的問題 都會在下一次再跟大家講 這條片就主要是一些 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心情為主 因為其實知道很多媽媽都有興趣想知道 因為上次開那個IGDN問題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媽媽都有問我 有關於二胎的看法 因為當時已經有了 不過我又不想公開 所以留在這條片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們都有你們的想法 或者你本身是二胎的媽媽 或者跟我之前一樣都在困難 想不想生的 都可以在留言或者DNO 繼續談談這個話題 其實她很快就會出來和大家見面 數下手指 六月頭 預產期 希望在這段時間大家都平安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祝福和支持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